公园游乐室首幅杆上 居然被绑了一支超长西瓜刀 上头还留有咸红的血迹 这不让家长看了超傻眼 就在儿童公园里 居然出现这么一大把刀 台南一名家长带着五岁男童 到安南去一处公园玩 玩到一半小孩却突然说手指受伤了 手指头被划破流血 家长过去查看 却发现首幅杆上 绑了一支超长西瓜刀 吓得赶紧保安 海童的游乐设施上 居然被人恶意绑上刀具 手把上甚至海流有鲜血 模样十分吓人 警方目前已经调阅附近监视器画面 锁定相关可疑人士进行搜索 发动这个志工 以后就是不定时的去做一个巡查 然后希望让我们的里面 带着小朋友来这边玩的话 还是可以更安心的 警方跟公所人员表示会加强巡逻 附近居民听闻后 纷纷表示心里毛毛的 觉得嫌犯动机十分可疑 毕竟这么一把西瓜刀就绑在手符杆上 要是一个不小心 划破的恐怕不只是手指头 记者赖冠章 罗彩瑶 台南报道